今天我們的錯誤你怎麼看 我們對王虎大埔我們輸了 你有什麼感想 回到這場球 你覺得這場球的比數 就是我們0他們2 合不合理呢 其實 其實不太合理的 始終 你見上次對傑智的 那個士氣 這場竟然反而是打不出來 其實 而且 你說大埔其實這場 他又不是放全隊上去 其實2比0這個比數 會不會真的大一些 就是對於李文這個 這個隊伍來說 最初預期我們是贏 或者輸多少 最初以為你們是可以和球的 因為其實 以李文的質素來說 基本上和大埔這場球 其實和球是一個非常正路的 一個result 但是 足球是完的 什麼事都會發生的 那麼 你覺得 哪位球員 在李文對球裡面 是看得 表現好的 比較表現好的 嗯 我覺得 江沙利斯 和 尼迪利 因為這兩個球員 其實今天的表現 其實在場上 是挺活躍 和做得挺足的 不過 其實尼迪利 就是上去 其實 好像沒有人可以支援他的攻擊 而江沙利斯 本身在後防上 在場面都是一個非常成熟 非常穩固的一個人選 來的 好 那 今天 就 多謝街坊 的訪問 那我們就輸了0比2 那 希望下一場作核 和 漁朗 那 希望可以看好一點 加油李文 好 那你怎麼看呢 總之你出現的賽事 我們都沒有贏過 那你覺得 這是不是你的責任 不然 那你怎麼看 我是不是我的責任 你怎麼看 這是什麼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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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